回顧一下11拍攝怎麼樣 Gopro又非常的方便 超廣的視角 廣角的張力效果 利用性變得小巧 電量也大增 最近總會拍攝感 Gopro特殊的魅力 蜘蛛會抵蜘在地外 Gopro拍得好啊 膚色的抖子會髒髒 令我大吃一盡 不太堪用了 Let's try it out What's up guys 之前最早接觸Gopro的時候 是使用Gopro 6 當時對Gopro覺得說 它的畫質其實是不太堪用的 在想要拍攝電影集畫面 Gopro畫面充滿雜訊 以及廣角變形的疑慮 可是在很多方面 Gopro又非常的方便 也逐漸的成為 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被選情人之一 涉及到了Gopro 4E之後 不只它的參數上 以及畫質上有了一些 比較明顯的進步之外 它的整個易用性 輕便的體積 而且兼顧的造型 重新用起Gopro 又再度體驗到了 很多人非常熱愛的 Gopro特殊的魅力 這次使用了10比特的顏色 相信在調色上 也會讓層次過度的 輕力度 能夠明顯的提升 Gopro在使用的時候 有很多種不同的穿戴設備 跟接環、夾具等 不過我覺得它用起來 還是使用一根自拍棒 就為直覺方便 Gopro拍照 其實有點像使用iPhone的感覺 就是非常簡單易用 沒有多於太過複雜的設定 或是很多細節需要擔心 整機拿起來 接融洞、曝光、拍攝 也不用對焦 我幫你處理好 雖然畫質沒有到非常頂級 這什麼菜? 但是應該還夠用吧? 你覺得呢? 正閒旁的小螢幕 真的是超方便的 像可以觀察到整體的過圖 而且它的超廣的視角 真的不用擔心會出口 什麼都拍進去 這種情況下它的收音 也是讓它們的音樂放心 至少比其它的低頂拍照 低頂收音就有一定的Quality在了 使用Gopro拍一開始 我是覺得很難掌控它的畫面 當開始拿起Gopro 6的時候 我覺得拍什麼都覺得 好像都不怎麼樣好看 不過如果要Gopro拍得好啊 最好的鏡頭是 就是非常提進物體來做環道運鏡 這樣可以專門廣角的張力的效果 可以昌顯得非常的透徹 拍攝的時候 如果掌握著一些拍攝的觀念 比如說鏡頭的遠鏡切換啊 或者是空間感的製造 不管是橫移 或是一些Tracking的一些使用方式 都可以讓你的鏡頭圓很豐富 即便是使用超廣角的畫面 都可以有豐富的視覺效果 在於捕捉並且組織成涼滑的畫面 以往都會覺得說 Gopro的廣角非常好廣 試著捕捉非常誇張的透視變化 或者是激烈的運動的場景 而平常所拍的Vlog 就是不太適合這麼廣的畫面 首先是發現它更新了 360隨便線的防手線鎖定之後 其實這種鎖定所採取的畫面的框景 非常適合Vlog 隨便線鎖定 完成可以自由自在運鏡 也是值得推薦一點 其實最早使用Gopro的經驗呢 是在公司拍攝裏有全部的 1分 當時拿它來誰拍就覺得 高手真的很有趣 就是這樣 然後 已經很小巧 操作很輕便 還有觸控螢幕 可是呢 它出來畫質 出到電腦看 就覺得 哇 令我大吃一驚 這個畫質幾乎是不堪用 如果你看習慣DSLR的高清畫質的話 他會覺得說 這個畫質好像不太能用吧 是要後期調色很努力的 這樣它弄得好看一點 而且Gopro 6還會有當機的問題 當機這問題呢 在使用Gopro 11的經驗中 就已經不復存在了 Gopro 11再用起來覺得說 確實在更上一層樓呢 同時呢 因為它使用了新的白色的電池 電量也大增 在一般使用下呢 基本上都不太擔心 外拍攝隨時拆跟Type-C的線 隨拍隨從 一整天用下來 續航力都不成問題的 尤其當Gopro 11使用了360度鎖定之後 更有一種隨進所欲拍攝感 不然任何角度呢 它都可以鎖定定型線 而沒有任何歪斜 呈現高品質的影像 這點呢 是非常的令人心情的 以一般手持設備 拍攝收音而言 Gopro其實它收音的品質 已經有非常突出一堵線的地位了 但更好的方式呢 依然是使用無線麥之類的 來突厥一些環境的雜音 相較於其他拍攝設備 反而是相當 500億Gopro的那些收音了 如果Gopro要使用外接麥克風的時候 就要花費不少了 去購買原廠所出的麥克風轉接器 這點呢就會 是額外開銷 每個人都要注意喔 他來拍攝人物的時候 膚色呢 特別的不自然 因為他的HDR非常的強 所以膚色呢 董事不會會髒髒的 但拍完之後 董事還要進後期明 剪接成影片的時候 後製要加強對比 加深暗部等等的處理之後 才能夠讓膚色 比較接近肉眼所見的感覺 大量的雜訊處理的塗抹 其實並不會特別讓人印象深刻的 在Gopro的素材運用上呢 會有一個痛點 使用手機拍出來的 不僅穩定度也是非常高 而且使用手機拍出來的檔案 會小很多 不管是4K 60 1080等等都是小很多 而Gopro本身檔案就非常非常大 存儲上呢 處理上呢 都會產生一定的難度 耗費無所謂的空間呢 如果類似的畫質 使用手機拍的話 會輕便很多 回顧一下10E拍起來怎麼樣 Let's hide dog 透了幾片玻璃的空氣 我們來到台北車站 這邊呢 非常的寬闊的中庭 好好可以 發揮一下Gopro 非常超廣角的鏡頭張力 基本上你手持拍攝 無難度的被容納出 非常廣闊的背景 而讓你的敘事更加完整 這也是 現在使用Vlog拍法的時候 所需要的資訊量 就可以利用Gopro來捕捉 輕按一下拍機錄的Gopro 非常的輕便 即便是現在使用手機 比如說 iPhone 14 Pro的畫質 也是更加優越 但是Gopro它的耐後性 極易用性呢 依然可以在拍攝的時候 依供不少的幫助 同時呢 因為它的耳機比較小 所以拿起來也會比較 不會那麼引來注目 而各樣的人 放心的拍攝 或者是被拍的人 也會更加的 比較沒有心防 好 出了象山捷運站之後 從2號出口出來呢 就沿著公園的時事呢 我們就可以前往象山步道囉 記得我看到這個上坡 我們就沿著上坡走上去吧 坐山崩又巨石 四周山象山 OK 就沙 OK Here we go 象山自然步道 Here we go 我們選擇 哇 守山峰 又巨石 GoGo 象山 幾個小 在那邊 應該要很遠 消滅 距離 鹽 百里 海鎮 蠻浅 飞来之后,我们继续往上走 飞来六巨石 我们来看看,是否有什么好事 这些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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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是外面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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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著名的像生物巨石的拍攝景點 在這種拍攝,我使用 GoPro攝影 這個拍攝非常壯破的角色 即便是細節,可能不見而已 但是屯蓋的寬景的氣勢 將我的雙路 不及得整個空間記錄下來 我下過的時候,便定差不多一樣 不容易 它的前提的寫服 並不固定 高高低低的,所以必須要 精神才會確保一下 這是DL-ER 使用 GoPro攝影的優點 我想你是在補助 手機的拍攝吧 因為畢竟手機有負擔很多功能 而且如果拍一拍 有電話來電,就很尷尬 安全的拍攝 簡單易用又具有利效果 就是 使用十億的心得呢 不要動低光源 即便是攝影師 還不斷行過時 即便不會崩潰 但是 出於氣貨用途 還是有點虛偏 因此對於GoPro 相信它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拍攝力器 可以有一台 但是不一定要每一代都要申請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就買最新的吧 不只畫質有保證 它的新的防手震功能 也一定會讓你覺得很驚艷喔 那究竟GoPro 11 值不值得買呢 等於有手機或是相機 設備都買齊了 應該就會考慮 GoPro 11的購入了 之前有用過的設計品 Insta360 1R 的1-inch Leica模組 不過那樣的組合 在防震以及畫質上 不見得會比GoPro更優秀 反而會有容易過熱 熱當的情緒 相較而言 GoPro 11 它的當機情形非常少 非常穩定 平淡但是又趨於艷麗的 列景之後 Let's head back See you Bye 來穿越小跑一下 看小夥子沒有 才能到自主是 Peace